能攜带核武的美国空军B-1B战略轰炸机领阵 率领数架南韩空军F-15K F-16战机挂载实弹 飞越南韩西部海域以及中部内陆空域 大秀美韩空中战力 美军B-1B仅隔12天 再度飞来朝鲜半岛参与两国空中联合军演 威者北韩的意味相当浓厚 当地时间3日 跟着B-1B一同部署南韩的 还有美军MQ-9死神无人机 MQ-9被封为当今最强无人机 能搭载地域火飞弹 配备广角探测器 航时最长可达14小时 本次富含任务是要参加13日登场的 美韩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严正警告北韩 不要挑战美韩联军强大的反制能力 为了制衡越来越狂妄的北韩政权 美韩两国在强化联合作战演训之余 南韩总统尹其越也在本月3日批准 国防改革4.0计划 目标是要在南北韩边境 前线哨所还有沿海基地 导入更多人工智慧技术系统 例如无人机或是军用机器人 执行守备任务 南韩国防部表示计划核心 是要发展AI杀伤网作战思维 建立像蜘蛛网的指挥控制系统 在战争中先发制人 反制北韩导弹攻击 美韩利尼大亚太盟友日本 也急忙加强防卫态势 应对周边日益险峻的安全威胁 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一 二号在国会证实 日本规划未来十年内 在全国兴建大约130座弹药库 延续自卫队战斗力 这项军被扩建计划 被视为岸田政府 去年十二月修订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日本自去年以来 就倡导部署长城导弹网 建构对敌人大后方的反击能力 因为在北韩与中国的双重威胁下 东北亚情势日益诡决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